你要隨時用一個佛心來看到家人 家庭是道場 男生變阿彌陀佛 媽媽變觀音菩薩 兒女變文殊普賢 全家叫佛教 佛化的你要去轉化 改變別人是不行的 以心傳心 用心影響眾生 用心改變世界 佛就講這個 萬法為心照 一切為心照 所以你身上有個冤心在主 你不要說 師父要拜什麼 我可以把他請走 你跟他為敵是不行的 我剛剛講了 對他好 讓他歸三保 你好好住在我這邊 我好好幫你念 我愛你 你兒子哭了 你不是 你是把他抱來 捏捏喝一喝就好了 你是要對他好 不是把他咒死 那你對眾生要有這個悲心 就是因為你對他不慈悲 所以他提醒你 讓你一直痛一直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對他慈悲 你要幫他點燈做功德 他謝謝你 兒子哭 Baby哭 只是因為他飢餓了 才要提醒媽媽知道這樣而已 只是你一輩子都不知道 然後你傷害過他 把他墮胎流產 甚至有些小孩子古時候窮 生下來就死了 你都沒超渡他 然後他就會弄得你全家不平安 也干擾到你的婚姻 干擾到你的兒女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想我們華人這一點非常好 我們念一下 相信輪迴 相信鬼神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佛教思想 所以佛陀會視線在印度 印度人相信這個 夜報輪迴的道理 所以在印度 佛陀視線人比較廣傳 你要在美國傳 怎麼傳都是我們這批華人而已 因為我每次跟老外談到鬼 就講不用談這個 這個是很bullshit的 不要談這個事情 meditation OK 他是把佛法當作個人的享受 比較多一點 你要讓他去發菩提心 關心別人 承受眾生苦 他沒那個習慣 因為他們這邊是個人主義 比較我把自己守好 但是你不能侵犯我 我家有槍 不要進來 在這種對立的狀態 你要去教他修大乘佛教很困難 但是我們要對他慈悲 因為各位 你現在會住在美國 想必你過去都做過美國人 對不對 只是現在又輪回去 漢人的地方 然後又回來 這樣而已吧 但是雖然外表不一樣 但是你要你要去度他們 去轉化他們的心 你沒辦法用語言跟他說 所以達摩祖師叫 以心傳心 不立文字 用心去改變對方 對不對 一個牌位 讓我們生起了悲心 對不對 一個花 讓我們生起了莊嚴的心 這樣就好了 那心去改變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他就很壯業 所以以後各位 不管哪裡有地震 美國有颶風 哪裡有戰爭 那你都要轉化他 用悲心 用佛陀去轉化他 不要去批評 不要去對立 念一下 他非即我非 同體民大悲 同體民大悲 對方的錯都是我們錯 你兒子不好 那是你生的 什麼人生什麼兒子 你老公老婆不好 那是你的情在 你敢招來的 那你一直凡夫 就是我一直要改變對方 錯的 修行人士 我改變自己 對方就改變了 你這樣他就這樣 你這樣他就這樣 心清靜者世界清靜 你改變了 你不改變 一直要對方 你不要生氣 五十步笑百步 你那麼愛生氣 還叫我不要生氣 你那麼愛漂亮 還叫我不要好色 所以老公有外遇 怪老婆心裡先有外遇 所以當你心裡去欣賞 那個影星長得不錯 你老公就有外遇了 因為你心裡有個貪 然後那個象就出來了 所以你改變你的心態 我的心態清靜了 我有懺愧心 我生起一個慈配心 他就改變了 這個在佛教裡面叫 夜招感 這個夜 就是你的身口 一照做的力量 這個夜力 就會讓你 投身在什麼世界 投身在什麼家庭 各位都知道啊 所以你的心清靜 就投在清靜了幾個世界 你心裡貪嗔痴 你就投身在 上耳道 這就是佛法 你要講 實法界 實法界 唯心照 唯心照 所以有個實法界圖 什麼心你在什麼法界 你就可以創造那個世界 所以我想我們念佛的人 要讓別人看到你 好像看到極樂世界的庄言 因為你的心在極樂 所以往生極樂世界 不是死人以後的事情 記住這個真理 心在極樂 你內心裡面放下世間的執著 對這個世界只有慈悲 一心念佛 當下往生 心在極樂 願往生者 當下往生 必定往生 願往生極樂世界 必定成佛教 不退阿尿多羅三秒三不提 因為念佛是為了成佛 那你的動機要正確 所以各位看阿彌陀經 你要看看無量壽經 怎麼樣修的 要怎麼樣觀的 觀無量壽經 你要看 所以你要了解 心變則世界變 所以千萬不要被境界 轉走了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在念 這個八句平安句 誰在念 佛說八句平安句 我剛剛帶著念 請問誰在念 釋迦牟尼佛在念 因為是他寫的經 他寫的祭語 所以各位你念阿彌陀佛 就是阿彌陀佛的聲音 不是你在念佛 你要念到沒有我像 你出來的聲音 才是阿彌陀佛的聲音 不然有些念佛好聽 有些念佛難聽 那是用你個性想法在念佛 怪不得不好聽 所以講法的法師 念經的法師 包括居士 你用佛心念佛 你念出來就是佛的聲音 好不好聽 自然感動眾生 但是不要用分別心 我念得好聽 我念得不好聽 那你又有分別心了 有分別心就有分別像 所以一個人有這種 有這種貪嗔痴的分別像 給人家就這種壓力 一種壓力 我一臉就是愛錢的樣子 你看那怎麼念也是愛錢 扣扣扣扣扣扣 錢呢 因為你的動機決定一切 佛教裡面講一切唯心照 你的動機決定一切 所以我們的動機 要跟佛的動機調整在一起 我們現在不是佛 但是心可不可以變佛啊 对啊 慈航法師講這句話最好 以佛心為己心 以佛心為己心 印光大師講得很好 轉凡心為佛心 轉凡心為佛心 當下再淨土 這樣再淨土 所以往生淨土是當下的事 你要轉你的心 整個佛教的修行就是轉念 貪心來了 空轉為菩提心 把自私的貪變成一種立他的願 叫轉貪心為菩提心 撐心來了 來 轉撐心為慈悲心 撐心來了 不要生氣 我要忍 我進一步還要同情他的錯 承擔他的苦 你要懂得轉化 轉於此邪见為空性的智慧 這個就是 轉貪嗔痴為佛法身 這個叫皈依三保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 南無阿彌陀佛 每天都要皈依佛 不但自己 当怨眾生 提解道道 發無上菩提心 你要轉 想到自己的時候就要轉 自皈依法 当怨眾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深信因果 體振空性 馬上轉 所以說轉煩惱為菩提 就是因為你有煩惱 你才可以轉 如果你今天沒有煩惱 你怎麼修呢 如果你沒有痛苦 你就不知道眾生痛苦 有痛苦不要去檢討別人 痛苦的因是我 無名我職 貪嗔痴 這是我的因 所以我要趕快轉 所以我們修行要利用日常生活 利用生病的時候 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的母親的病 讓我改變人生 我的人生就一直在 賺錢 努力 成就感 買房子 不會開車子 也要買一部車子放在那邊 這是面子問題 但是我從來沒有覺醒 所以佛菩薩創造一個 我最愛的媽媽的生病 乃是我最愛的兒子的生病 讓我有機會去覺醒 但是你覺醒還不夠啊 希望大家都聽聞佛法 所以你亮起來 希望別人都亮起來 所以我已經唸已經快30年了 我還是推這一部 唸一下 地藏本願經 最簡單的 你不要說 我現在看的是中觀 非常好 但是你最基本的佛教的修行要做到 吃素 信英國 念佛 如果一個人還不吃素 再跟你講空性六祖慧能 你不要聽那些 白講廢話 最基本的戒律 你都不守好 你講那些太高的理論 要幹嘛 表達自己 我是讀書 空性 大圓滿 大成就 大覺悟 了意佛教 講到老半天 我說你有沒有守五戒 沒有 不要跟我講 搞學術跟實修那是兩回事 所以我這樣講的意思是靠十個位 你不懂的半個字 地藏經也不會念 師父只會阿彌陀佛 那已經夠厲害了 用慈悲心看到別人就念阿彌陀佛 用慈悲心撒兩顆水 阿彌陀佛加持眾生离苦 翁阿彌 看到水就撒水 阿彌陀佛讓整個海水河水都變八功德水 再把海水河水 水有八德 供養四方佛 这个水碰到水了 都消除而言六道七雅 所以 若看到花 当怨眾生 向好如花 體悟慈悲 看到人家走了 所以各位《华言經》 禁行品 最好要會念 要會背 因为他告訴你 上廁所怎么上廁所 洗手怎么上洗手 洗脸怎么洗脸 穿衣服怎么穿衣服 看到出家人怎么办 因为他是 大乘佛教就是祈愿的法门 把任何一个念头 变成一个利他的念头 那如果你的念头 是一种跟佛一样的念头慈悲 那你就是佛的力量 也就是念佛的功德 为什么一念阿彌陀佛 消失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有些人讲 老板听 我好像没消夜 因为你一定要读经典 你了解听闻佛法 或读 那你了解念佛怎么念 一心念佛 不是什么都不管在念佛 而是保持佛的菩提心在念佛 那菩提心包括什么 你要信因果 你要有空性 你要发起悲怨成佛 那你有完整的菩提心来念佛 那就是为什么各位要听经 然后听了以后 不能听完就算了 你要思维 所以各位要学我 我今天在这边讲了 麻烦你回去跟你家人讲一遍 我早就忘了 那你不专心 你没有悲心 所以我师父讲一个钟头 我可以讲十个钟头 解释得很清楚 因为我已经出家了 每一个字 佛陀的每一个字都是血泪 所以我就会记得很紧 所以法师讲经 我很少忘了一句话 世间人跟我讲话 我都忘光光 因为我的内心 我只想记这个 其他的我都记不起来 所以那这样以后 我就不会忘记 保持正念 所以那当然你只要 当然这些要消消野障 要累积资粮 所以希望各位每天上贡 每天下诗 好 请各位翻到 很快 二十多页 各位这本《水米》 我们念了这么多的咒语了 现在带各位做一个甘露诗诗 当然我希望各位 每天 二十四 甘露 什么叫甘露呢 天上的神 天上的神为什么不生病呢 不用上厕所呢 因为他们吃的是甘露 甘露一吃全身发光 无有病苦 不用排泄 所以如果我们念变食咒 那水米 饼干都变甘露 那这些恶鬼到 马上念一下 恶鬼升天 恶鬼升天 他们马上就有福报 所以各位你不吃饼干 给松鼠吃 不吃飼料给鸟吃 给大海的 你都给他念个变食咒 那你真的不会念 我已经教各位了 你也是 奥阿奥 奥阿奥 阿弥陀佛加持 阿弥陀佛加持 或是观音菩萨加持 就给他布施了 那你每天可以修好多次的慈悲心 那你修慈悲心 修很多次 你消除 因为所有的病的因都是 夜来自于烦恼 这个烦恼 如果你这个人急 个性很急很急 那你就会乳癌 甚至会胆要开刀 因为你急性子不改 那不行 那所以你要开始用心去修行 你用心正面的多一点 就像光明的黑暗就消除 那什么是最快 无私的慈悲心 就不会让你起贪嗔 吃满意 这就观音菩萨讲的 你掌握我一个教法 悲心 等于掌握所有佛陀的教法 保持这个悲心来修行 那我想直接布施 给这些可怜的众生 特别是孤魂野鬼 流浪动物 各位到哪里都有 那些乌鸦 夏天还用到海鸥 各位都有多布施 所以我们现在 在世界上也成立了 国际私食协会 成立了干嘛 就做便当 做便当 好吃的 拿来供佛 供养出家人 印度的 尼泊尔的 缅甸的 缅甸买米最便宜 因为缅甸有65万个出家人 买米供养他们 那这些米呢 还可以给鸟吃 还可以夹在 做烟供的时候 夹一点米最香